我有一个朋友 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后来他就放弃了 暗恋其实是一种少女的一种 克制的情感 桑智这个小女孩 她很多小心思都是在 她自己的心里 很有少女心事的那种小悸动 如果你交了女朋友 是不是就不能对我这么好呢 桑智去救赎段嘉许 这个女生其实看着她 好像柔柔弱弱的 但有人在想要 伤害段嘉许的时候 她一定是挡在前面的 因为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 那个感情我觉得 不算是喜欢 也不算是暗恋 只是想要离自己喜欢的哥哥 然后近一点 因为你本身有一个 非常爱欺负自己的哥哥的时候 就有个鲜明的对比 谁你哥 就会觉得端嘉许这样温暖 然后温柔的大哥哥 如果她是我哥就好了 知道 她就是好朋友的妹妹嘛 调皮地超乎我的想象 让我去假认她哥去见家长 她有很长一段过程是在寻找自己 对她还是哥哥的那种想要相处 还是说想要让她当自己的男朋友 我只是想问她 记不记得我们的约定 嘉许哥 再见 上了大学之后 两个人又一次相遇之后 我觉得她还是会感觉自己心里的那只小鹿 然后不停地跳 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 以前都觉得这个桑士就是一个小妹妹嘛 段嘉许生病的那段时间 她后面发现原来桑士是喜欢我的 然后又一个双相吩咐的时候 她这回的感情就是比小时候就退去了一些懵懂 而是非常成熟地判断了这件事情 坚定地去选择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暗恋其实驱使自己变得更好 在喜欢上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能止步于此 而是想要追上对方的步伐 让自己变得更好 希望有人可以陪她 希望那个人是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故事 我们下期见 这有什么情况 我们下期见